接着我们上一节课讲解 这节课我们讲一下这个http方法 那么http方法取了我们常见的这个什么 常见的get方法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方法 还有哪些方法来举个例子 我们用这个工具来 可以看一下 它还有这么多方法 什么option,put,move,copy,delete等等这些方法 当然我们看到最多的一般是get方法 我们去请求某个资源 获取到某一个资源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post post一般的提交表单的时候 用的是这个post方法 那么post跟这个get 我们大家最常见不需要在这里讲解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这个option跟put 扯那么这几个方法还有move copy这些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既然不常见 但是对于我们作为伸托 测试能源来讲这个是我们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方法 如果对方举个例子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举个例子 你看在这里 oldboy是吧 edu.com 你可以这样请求 你可以这样 就是说如果对方有热证 看他支持 我们提交 这里是赏利药 应该是43 他也跳到首页了 跳到首页302 你先不用管这个 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 作为有一些经常我们内动验证的时候 因为这个我们的网站是把这个关闭掉了 所以你在这里看不到 就是说老男孩这个网站 就是说我们输入option 你是在这里看不到他支持哪些方法 是吧 支持哪些方法 例如我们看一下百度 百度是吧 百度.com 这个地方 你输不输80当口 这个都无数位的 你可以都是几个帐 百度 这样吧 我们在百度里面 随便找一下吧 找一下 找一些站点试一下 随便 乱七八糟的随便输好 百度前面都是这个广告页 我们放到最后面去 好 就来这个站吧 80当口 可以看到他这里 他这个网站 他支持允许哪些方法 你看 option 包括什么 get ahead post 这些方法 还有公共的方法 支持这些方法 那么 但是我们注意了 像这些方法 那是正常的 正常的 如果当我们这个方法里面包含什么 pote 跟move 什么copy 这些delete 这些方法 那么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方法 尤其是这个pote方法 就是上传的意思 一般的就是存在pote方法的话 就是这里返回 允许 这个允许的这个地方 如果这里打了一个逗号 有个pote 那么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那么这种方法是就是代表是上传的意思 就是允许 跟机者可以直接上传一个木码到你的服务器上去 那么一般有get方法 是因为你这个服务器啊 它的权限配置不到啊 就是中间键的这个权限配置不到 造成了这个原因的产生 他这个也算安全的吧 他所支持的方法 这个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啊 正常范围之内 还有一种啊 你可以看到这里啊 啊这个pote就是上传的意思 就向对方服务器来进行上传 再看一看 他这里有解释啊 pote是上传 post这个不用讲解 目是改变数据报 改名的意思啊 改名数据报 就是说我们的提交pote上去到服务器 传来一个木码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对服务器现有的这个文件来进行重命名啊 重命名 还有copy就是复制的意思啊 复制一个东西到服务器上去 delete就是删取的意思 就删取这个对方服务器的这个什么相关的这个数据 还有最后一个这种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 他主要是是生成返回有这个流浪目录传线的这个目录内容的这个数据包 然后提交这个什么数据包 把生成的这个数据包提交的这个服务器上去啊 这种方法 大概方法的话 大概有这么这么几种方法啊 大概有这么几种 大家先知道啊 后面我们会用到单独也关于这个方法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讲解 有一节课 就是怎么样去利用这个方法 这个呃 对方这个传线配置不当 我们利用这个方法来传一些呃 攻击信息 其实你用标普述数册啊 在这里测试的话也是可以的哈 你在这里来改啊 就这样改就行了 一样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http方法啊 这里有相关的解释 我在这里呃 不在他做太多儿序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url啊 urlurl举个例子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帐啊 比如这个 那么一般的这个组成是有主机的这个域名或者是IP地址啊 前面后面是这个路径 这里都是路径 这个路径就是说我们要访问的 indx.html是在这个路这个文件夹的这个路径下啊 这个一般前面一般这个是代表根根下面有一个什么kcseng这个目录 目录下有这个文件 访问这个文件 还有的情况有的大家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当口什么啊 不对 一般的木轮80当口 所以他这里不会显示的 或者43不能不会显示 如果是怎么81当口有的这些企业公网IP地址比较少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这个域名后面接这个当口号 也又有他多个多个网站 IP少 公网IP比较少的情况下 他这里会要解决这个多个网站同时也让用户访问的话 他会使用不等的当口 不等当口 例如81当口或者8283是吧 一次的推啊 他这个是随机的啊 等一下不是随机的 是这个管理员配置这个web服务器的时候啊 自己自定义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这个嗯 80当口默认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 还有一种情况就举个例子哈 这里如果是还有这个 这种情况 例如ID等于1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用户访问 in the x.php这个文件 外号后面这个ID 就是对应的是数据库里面这个ID ID号等于1就是第一条记录啊 相当于第一等于1的这条记录 如果是2 是一般的情况下 是就是ID等于2的这条记录去访 取出这个ID等于2的这个数据返回给用户啊 就你在这个页面就显示出来了 是这个意思 好 关于url就很简单的 描述了一下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http的这个消息头 这个消息头我们在前面已经 http的这个请求跟响应里面 大部分给大家已经解释过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没有讲解的 我们就在这里说一下 这个已经讲过了 关于这个数据包的这个举题的这个字节长度 其实每个数据包它都有字节长度 相当于大小 这个类型说过 这个如果你在这个数据包里面看到这个 这个消息头 那么这个消息头 它一般是指定为方便这个 其通过什么htt全须对这个消息 具体啊 使用的这个任何编码 如果使用了这个消息头 一般的通常 它指定的这个快的这个编码 指定的这个编码 指定的编码 这个头 这个头 都讲过 这个第三个头没说过 第三个头 这个头是什么意思 它这个消息头 它一般的是用于 为一种什么类质的这个http 三番键站向服务器提交证书用的 注意了 提交证书用的一个消息头 这个消息头 可能会大家会在 今后经常会看到有证书的这个网站 会一般会有这个 其实我们这个网站应该也有 你在这里还没看到 有的有的这个包里面是有的 有的这个请求的包里面是有 結果是等一下 库克这个等一下讲解 嗯 还有这个大家应该是很少见到 这个头 那么这个 一般的这个消息头 一般的说明这个流浪器 最后一次收到这个请求的资源的实践 如果自那以后资源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服务器会会发出一个带状态码304的这个响应 而就是指示这个客户当 使用使用资源的这个缓乘的这个副本 就是访问缓乘里面跟缓乘相关的 服务器的缓乘 后面还有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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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消息头 它是一般的一个实体标签 实体标签 那么这个头的它是一个呃就是跨域 啊这个是里面的一个请求去 请求的时候 一般的是这个用于只是一个请求的域 跟域相关的 一般的有了这个头 一般的就说明我们有的时候是跨域防卫 一般的会有这个头 这两个头都讲过 看一下后面还有哪一个头 需要讲解好哎这个 这个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有这个头是吧 我们这个我们我们这个老男孩 我呢你在请求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头 这个消息头 它主要是用于是吧 重定向响应 重定向响应 一般的是什么30132开头 就是说我们访问某一个页面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重定向了到了就是网站的首页 一般的就是这个页面 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想到缓乎访问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后台 有的时候也会用的这个looks 那可是就是重定向 当我们输入运户名密码正确的时候 通过这个looksend 跳到这个管理员后台就用 嗯 这几个都讲过 还有这个 3w什么什么的 这个是任正的意思 任正的一个单词 那么这个消息的一般是带这个401状态码的 详语 他主要是提供与服务器 手支持的这个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也行吧 一般的就是说 你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头 身份认证的这个消息头 一般的就是我们就打开某一个页面 他不会有内容显示出来 他直接弹出一个对话框出来 要你输什么 运户名跟密码才能防外 当然这个运户名密码 并不是这个微博程序的 微博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经常去 在这个网站上聚策的这个账号 密码 输入这个账号密码 带入进去 那么一般这个头一般是 相当于就是说跟服务器有关 就是你对方服务器 要么就是Linux 要么是windows 一般这种内容是windows 或者Linux的这个 系统里面的这个服务器 知识的这个身份认证 最后一个 这个消息头一般的是指流浪器 康架是否 这个康架如何加在当前的一个响应 加在这个当前的一个响应 他主要起到这个作用 有系统就是我们不常见 就在网站里面你抓包的时候 一般的不会出的 在这个要看对方网站就是说这个管理员 配置的时候 他一般会应用到哪个 一般的选项你预见了 你可以自己查一下啊 这个头是干什么用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库口 那么这个库口 那么这个库口时的这个 后面也我们有一个单独的将 讲解这个库口的这个根坊 而扣成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详细的 把这个库口的这个相关的原理 包括他里面的一些资道 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这里我先做一个简单一个概述哈 其实我在这里网上找了一篇文章 我自己把它复制出来了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库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到底他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就不明白他的一个原理 由于是http是无状态的一个协议 http协议是无状态的 一他一旦这个客户端与服务器啊 的数据啊 在交换完毕的时候 就是这个例子 我们去访问 我的报应一定有这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当我们一面一打开了 他他有一个消息头也是 消息头是close 关闭状态 那么一般的就会动开链接吧 动开链接一般的就是 打开之后他就动开链接了 他不会一直保持keep啊 就是一直链接状态 那么当再次请求的时候 会重新链接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 我们再刷新 我们打开这个页面是吧 打开这个页面之后 动开之后 当我再去回车刷新的时候 这就说明我们服务器啊 单程这个网络链接上是没有 办法知道用户的身份啊 就是当我们动开链接之后 再次请求会重新链接吧 但是重新链接之后 我们这个服务器他是不知道 就是说呃 这个用户第一次访问 第二次再次访问的 他没有这个身份的一个标明 他不知道这个身份就是说 那么这个时候就扣扣扣扣啊 就这个 当生了 这个库口就当生了 他怎么当生的 就是 给每次新用户请求的时候 他给他帮发一个什么 身份战 补一无二的这个身份战 也就是说 如果你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你是没有放身份战 对不对 那么第二次访问的时候 那你就有身份战了 一般的库口都是这样 就说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那么服务器会在库口室里面 设定一个这个 值给你 这个值就代表你的这个身份战啊 身份战 当你说到你的身份战之后 第二次访问的时候 那么服务器他就知道了 你这个 你这个身份战第二次访问的时候 你访问的时候 这个库口里面是带了这个 就是第一次服务器给你的这个 值 那么这个值 你在用户在第二次访问的时候 就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 那么这个值也是发送给服务器 服务器的服务器 他进行查权对比 发现是我 第一次发送给你的 也就是你第二次来访问了 我就知道你这个用户了 因为这个身份证啊 第一次是我给你的 我这就就就马上去确认了 你这个用户 这样的话 服务器就会知道你是谁来访问了 真的不同的用户 它是做出不同的响应的 这就是 库口的这个原理 那么库口是一个很小的这个文本 网件哈 是流浪器在就是 乘取在这个用户的机器上面 它一个是一个悬文本 是没有任何可指形的大码 那么一般的乘取 一些服务器的 重要 重要的一些信息 每次行车站点的时候 都会发生相应的库口 那么这些库口 它主要是用来什么 辨别用户身份等信信息 这里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说我们正常去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例如他这里举了一个58同层的一个网站 就是K呼档访问的时候 例如 访问india.html 主机为这个 这个是 三级域名 58同层的三级域名 通过intelet访问服务器 这个这个服务器收到之后 要给他给K呼档一个响应吧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58同层 它是怎么做的 它是响应吧 响应的时候 他就会 服务器会在这个消息头里面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id这个动吧 id id这个值 他自己动了这个值 可以这个这个 名id这个名称 可以服务器可以自己 取的一个名字 这个是相当于水晶一样 取的一个值 这个开发的时候可以 确定下来 这个id值 那个值等于什么2345451 给返回给这个K呼档 其他这些保持不变的 反馈这个K呼档 K呼档收到这个id等于23451 其实这个id 这个id是一个名称 23451是一个值 是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就相当于我们 现实三户中的一个三分战 一张三分战 好 那么K呼档收到之后 当K呼档 第二次去访问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带着这个三分战 就是这个库口 id等于23451的这个值 去访问这个服务器的服务器收到之后 一看id等于3451 不就是我第一次 颁发给你的一个一张三分战吗 是不是 那么他他就会马上就知道了 哎 返回 原来是你啊 请求我 要获取这个相应的这个 indx.htm的数据 他马上会返回给你 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的他的含义啊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要要明白 他是干什么用的啊 他来识别用户啊 识别用户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库口他一般的 他是分为两类啊 一个是绘画的一个库口 第二个是一个持久的库口 那么绘画的一般的是这个库口 一般是一个临时的 临时的 就是说当我们页面关闭之后 他就释放掉了 没有了 他一个临时的 这个 就是用户特殊浏览器的时候 或者关闭页面的时候一样的 还有就是这个持久的 持久的话 一般是保持着持久的这个库口 它是保存在这个 呃用户的这个 电脑的硬盘里面的 他的保的时间是根据这个 嗯 对方的这个服务器 啊就是设置的一个时间 例如要几个月过期 或者一年过期 啊 或者一周过期 嗯 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首先 我们怎么去 看这个库口 就是说 我们这个 绘画库口就不用说了啊 因为关闭流量器它自己释放掉了 但是这个 永久的库口 就持久的库口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设置是吧 它是保存在这个路径下面 你点击查看啊 这里面就保存了各种库口 库口 还有一种啊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还有 还有一种查看方法 就是通过这里 举个例子 我们在 在这里来查看 哎 你看到没有 目前使用了65个库口 你可以在这里 我们举个例子好 百度的库口 你点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什么 名称 它的内容 域名 录记 各种连接等等 它在这里都有 在这里都有 你可以把它的库口删取 也可以保存在这里 这个是正在使用的库口 好 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 按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带有库口的 它也一般的有一个 c车 -库口 那么就是 你看这这个是没有的 好 我们的是没有 好像是没有 这个ID 这个ID相当于我们前面的这个ID 这个ID一般是代表身份战的意思 相当于身份战 这个是代表二期 就是什么时间过过期 一般的如果带来这个消息头来 一般的事就是说相当于这个 持久的库口 这个库口就是说 你这个身份战什么时候到期 要重新办理 它这里是一个时间 是一个时间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个域 Demand Demand 这个值是代表什么 它这个Demand学习 主要是控制哪些账点可以查看我们这个库口 库口 举个列子 你像这个 如果用户访问的这个账点 我把这个网站 那么就会发生什么 库口 等于网 内幕等于网的 这个内幕等于网就相当于一个身份战 跟ID等于什么什么什么值一样的 这个不一定就是这个地方就是ID的 这个名称 随便取好 就是服务器给你取的一个名称 帮发一个身份战 如果这个用户 访问了3waa.com 就是这个网站就是不是不是58同产的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会发生这个库口了 明白没有 这个预期的这个作用的啊 这个预啊 库口预啊 也就是说他限制了 我发一个我服务器发一个库口给你给你用户的时候 我在这里带来一个对曼 对曼 这个他的这个值等于这个 也就是我固定的就是我这个库口只能在这个这个域名上面用 接着我们看一下库口的这个帕斯路径 这个如果带帕斯这个许性的一般的是可以为这个服务件特定的文章指定这个库口 那么这个这个许性一般设置的 url 是带有这个前倦的啊 前倦的这个url路径都是有效的 都是有效的 我再举了一个例子啊 这样的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好 他在下面的这个 二级目录 二级目录 例如这个域名 干干这个优所 二级目录 那么这个两个url 如果这个网站 设置了库口 那么他是这样 例如ID等于这个 顶外这个 那么这个也设置了一个 也设置了一个 你看他设置了这个 这点等于相当于两张三番站吧 一个ID一个优手吧 这两张三番站吧 路径 但是访问其他路径的时候 如果是访问这个 那么他就会获得什么 ID等于一家三 这个第一张三番站 如果访问这个的时候 他就会获得这个 你看没有 两个这两个 大概是这个意思 他的这个pass的路径 路径 接着我们跟安全相关的 还有一个 sircle 那么这个sircle这个是干嘛用的 这个许性 他设置了一个许性 一般的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在c图库口里面 就是说我们这个消息头里面 如果看到的这个 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带于这个的这个这个许性的 一般的情况下是库口 只只有在这个什么https 写一加密情况下 才会发生给服务当 如果如果不是https是http 他就不会发生的 注意了 就是代表安全的 但是这样不是最安全的 由于这个旗顾有的这个不安全性 敏感信息 但是也不应该通过库子来传续 这句话你可以把它删掉 但这个是相对而言比这个不带的是安全的 一般的当然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敏感信息 一般我们现在都是通过sation来完成 就是所有东西成就在服务当 不要存在这个 k图当 存在k图当其实最不安全的一个东西 所以一般的现在很多就是网站 不用coco来成去 这个可以不用管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属性 看一下 这个是教你怎么用去操作 酷克 教你怎么操作 就是说通过这一行可以禁止 抓握斯克里普操作 酷克 主要是为了这个什么 你看一个close 这个点log 什么什么什么 documental.cooks 那么这个是主要是就是为了避免这个 跨域脚本攻击 通过什么抓握斯克里普跟documental.cook 无法访问带有这个 http-oling的这个标记的这个库可 注意好 看一下就行了 这里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售口里面这里有一个什么http-oling http-oling 那么一般的http-oling这个标记 一般的时候 它是 它是跟安全有关的好 跟安全有关 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话语访问 跟一些XSS跟机 找我斯克里普啊 等等这些这些方法的进行访问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三方库可 第三方面库可 我们一般的现在好多这个企业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些广告网站 广告网站 就是通过这个库可的域 和这个流浪器的地址的域一个匹配啊 那么这被称为什么第一方库可 那么第三方库可就是 库可的域和地址栏中的域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种客户一般被第三方的广告网站来使用 就为了跟踪用户的浏览记录 并且 根据这个收集的用户的这个浏览习惯 给用户推送相应的广告 应用在哪些方面 举个例子 我们会在 例如我们经常在手机上面看今日头条 或者是打开百度 经常习惯看哪些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百度也好 还是其他什么今日头条 还是这个什么火山抖音 他一般在推送这个相关的文章 视频的时候 就是你经常看的那些视频 他就推送这份跟 跟这个你的文章视频相关的内容给你 广告也是一样的广告 他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打广告 你喜欢看哪些广告 那么这个网上就会经常推送哪些广告给你 你会发现的这个问题 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都是一样的 主要是为了赚钱 说实的话 那些广告商 那就是为了赚钱 就是精确的推送相应的广告 这里有一张图的一个流程 那么我们主要看一下他这个解读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主要类似好 如果一个用户访问服务器 访问服务器 这里这里有 这里服务器一 服务器二 服务器三 访问 访问第一台服务器的 例如首页 他的网站的首页 那么这个页面和第三 如果这个网站好 这个首页的这个服务器啊 如果他与第三方面广告 广告 广告商 网站进行了一个合作 觉得现在很多网站挂了一堆 一堆这个 这个牛皮仓广告 那么这个页面还有一张什么 这样的 那么这个是广告站的这个域名 广告站的一个域名 这个域名下来 如果假设一个ade 点gpg 这样的一张图片 就是当 请求这张图片的时候 那么这个广告的这个服务下 会给用户什么 设置一个库可吧 设置一个库可 其实你当你访问一个正常的网站的时候 如果这个网站上面挂了一些广告 那么这个广告的服务下 他会给你 记住了哈 给你去发生 所以给你发生一个库可 没有没有 他这个库可里面包含了这个服务器 给你的一张身份站 这个身份站是这个 广告网站好就是这个广告网站的给了你一个身份站 并且标记的等于A A 这个域名就是只能访问这个域名 等等 好 他就记录了第一次分别一个右手的这个身份 好 当用户 访问的访问的第一台服务器之后 当这个用户再访问 如果他又跑了其他的账 结果发现这个广告商 现在很多广告商投放的广告 他说投放了什么 都过网站吧 当这个用户再次访问其他的网站的时候 也就是服务器二的时候 又访问了首页发现又有了这个广告 这个页面跟同一个这个广告商合作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页面也包含了一张什么 也是有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呢 例如广告的这个图片为这个ad2.gpg 等等 那可能是flash或者是其他的是吧 当请求这个图片的时候 就一般的打开的时候 他就加载了这个图片 是吧 这个时候扭乱器会向这个网站 发生这个库客吧 这个时候第一次 你你会发现好 第一次我们访问了另外的服务器 他有一个库客吧 这样这个的时候 他就发生库客的时候 把第一个 因为是都是同一个网站吧 都是同一个广告商吗 域名吧 当然你这个域名一般的是 在后端是隐藏的 你在前面你没没看到 你是在正常网站 你看不到 其实他是运行的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 广告商的这个 这台服务器他又收到这个流浪器发生的库客 来识别的一个用户身份法 就对于网的时候 同时又把这个 页面的用户 又流浪的这个数据啊 又设置了一个库客 等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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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给了你一张相当于身份战一样 好 这个时候很巧的是 当用户 访问第三次 又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 当然不是同一个网站哈 结果 碰巧的是 这个网站 的服务器 又跟那个广告商 又 又又建立了一个合作 又在这个 这个广告商又投了一个 投了广告在这个服务器的这个门户网站上面 好 当用户在请就这个 ad3.gbg这个图片的时候 那么流浪器会发生一个什么 同样的 会发生一个什么 像这个广告商的这个发生一个库客吧 就是网 这个是身份站 第一次的跟第二次的 这个纸都会发生过去吧 这样的话广告商就可以根据用户的流浪的习惯 给用户 推送 合适合适的这个广告了 通过他的这个收集你的什么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访问的数据 进行一个对比 他就会推送你 他就会发现你 原来你喜欢 真的这个广告比较感兴趣 那么我就经常每次就向你推送这类的 这类相关的一些广告 通过你这个行为就分析出来了吧 原来你经常访问这些网站 它是有一个通过网站的内容 有一个对比 一个分一个后当有一个分析的过程 一个分析的用户的一个行为习惯 行为的习惯 所以说 大家就 经常会看到这个我们经常就是说 打开APP 访问的一些 内容为什么经常会推送相应的这个 广告会给你啊 其实他的原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实现的 那么酷酷他可以做哪些攻击的 他可以做一些 CSRF 等等 DNS缓程中毒啊 网络 网络切天啊 通过这种攻击都可以获取 相应的这个酷酷 包括跨场脚的脚本XSS 根据 都会将后面会给大家讲解 我们先在这里不讲解 那这里我们只要了解他 他是干什么用的 他每个字当 他是做什么用 这个值 相应的对应的这个值是什么意思 包括他的许性 了解之后你们后面就是说你在构造一些这个 跟这个更方式 跟机的时候就很简单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账摊码 账摊码是个什么呢 就类似我们请求一个 消息楼请求这个 indX.htm的这个页面的手 这个数据的手返回一个 返回数据包吧 返回数据包 这里有个什么账摊码 这是什么200ok 200ok 那么这个就是账摊码 这个账摊码 有什么 一叉叉什么什么什么 一般的注意好 如果一开头的 这个如果不是二开头 不是二开头 那么一开头的一般的是提供信息用的 二开头的是说明这个成你这个数据成功提交了 请求的数据成功提交了 三开头的 一般是客户当被重定向到其他的资料上面 四开头的一般是请求的包含了某种错误 那么五开头的是服务器被执 服务器执行请求时遇到了一些错误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检查你的这个中间键啊 服务器啊 还有这个程序员代码了 下面就是关于这个账摊码的 对应的就常见的一些值 常见的值的一个解释 如果是100 100 那么100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客户当提交一个包含具体的请求的时候 将发生这个响应 那么该响应表示一收到请求消息头 一消息收到了服务器收到了 但是客户当代应继续发生具体 要你继续发生具体 请求完成之后 再由服务器 返回返回另外一个响应 另一个响应 那么200ok的话是本上的 一般的是 已经成功提交请求 具体这个响应 具体已经包含在这个请求的结果里面 一般的我们打开一个页面 正常访问的时候都是200ok 200就是正常访问 没有任何错误 如果是201 一般的是跟铺车相关的就是铺车 请求的响应返回来这个状态吗 表示我们上传的文件正常 如果是301呢 301呢 那么这个是 浏览器 浏览器永久 穷定下 另外一个什么 local 神消息 头中 指定的URL 是永久 穷定下 以后 KQ当 因使用新的URL来替换原有的URL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就是我们访问 例如 你如果看到这里是3D1 当我们请求的这个地址跳转的时候 那么一般是跳转的这个新的地址 这个新的地址 一般的是永久的 就是替换的第一个 我们请求的地址 如果302 302 注意了 302跟302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 你看这个意思 他这个是什么 302是KQ当 因在随后的请求中恢复使用的原始URL 一个是替换 一个是恢复 如果是304的 304跟缓程相关的 就是一般的是 使用缓程中保存的所谓的请求的一些副本 是这个意思 这也有什么400 400是表示KQ当提交的一个无效的HTTP请求 说明有问题 你就你就要检查你的URL这个 这个路径 包括这个文件拼写路径 是否有错误 401 它是一个HTTP的一个身份见证 403是什么的 403就是 不管是否通过身份见证 一般是禁止任何的 请求服务器的相关的一些资源 请求资源 设定设计 表示请求的资源不存在 已经被管理员删取掉了 那么405呢 405是指就表示指定的URL不支持请求使用的这个方法 如果你发现这个405 如果你发现这个405说明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解到了什么GatePost Post Post MoveCopy这些方法 如果你在这个 在这里 Gate改成一路Post 如果返回的状态 买到里面 是405 那么说明服务器不接受这个方法 不接受这个方法 不支持 还有什么413 什么 服务器 所以这个413是代表在本地代码中探测这个缓冲值 啊等等这些这个比较少好 就是哎这个也有就是说也也也见过几次 就是说一般的就是说你请求的数据 这个数据包啊 尤其是Post的时候我们发生的这个 数据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说 请求具体比较过长就是尤其是这个路径啊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例如 失之后面一个什么 反习杠后面啊111 反习杠2233344 一直这个路径下去 如果路径过长的情况下啊 如果服务器无法去理的情况下 也会返回413 返回413 还有一个500 500是什么意思 500是就是说 表示服务器在执行请求的时候遇到错误 遇到错误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检查你的这个 提交的输入 还有应用程序在驱离这个过程中 呃 是否有问题 都两边都要检查一下 为什么会造成500 500 500相关的错误 513 513 513一般的也表示这个微博服务器谁让运行赞成 并且能够响应请求 但是服务器 访问的这个应用程序啊 还是无法做出这个响应 无法做出响应 那么这种原因的话 你要检测一下 你这个检查一下你 比如说这个 服务器这个网络里面的网关啊 相关服务器啊 中间键啊 都要查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503看一下这个微博日志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HTTPS HTTPS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 啊 安全套截产 就是说这个数据是走的是加密的 啊 加密的 木栏情况下就是HTTPS是非加密的 就是TCP非加密的程序 那么现在我们的网站都是使用了什么 HTTPS 百度也使用了HTTPS 现在这个 谷歌流浪器跟这个火谷啊 等等这些常见的流浪器啊 就是说你没加S的话 啊 那么他认为你是不安全的 不安全的 现在大部分网站 包括这个国家安全法的等保里面也规定了 啊 你三级系统你必须要使用HTTPS 嗯 后面这个HTTP代理什么是HTT HTTP代理大概解释一下 如果老男孩网站 我们这个老男孩有EDU这个网站 如果前当有个代理 是吧 假设前当有个代理 那么我们用户在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他首先是经过代理 由代理去访问 啊 后当的这个什么 啊 3W的报应 EDU 点看我这台服务器里面的数据啊 取得数据之后 给代理由代理返回给用户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代理的一个作用 HTTTP的这个身份认证大概有三种啊 有三种当然还有更多 这里大概列了一下 第一是什么BASE这样的身份认证呃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身份认证机制 他他的请求的消息头 消息头中啊 每条消息 它是都是以什么BASE64编码字符券的形式 发送这个用户征书 这种BASE64编码其实没什么作用 一截码就截出来了 不安全的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身份认证机制 还有一种认证机制叫ntlm 这也是很早以前的 就很早的一种 后来就是已经更新了 更新成了这个ntlmv2版本 以及他的这个careboss这个认证机制 这种认证机制就是早期的windows 他使用的这种认证机制 后面升级了好 但是现在操作系统还是有这个认证机制 保存了就是为了坚冻性就保留下来 dgast 那么这个是一个响应式的一个机制 他是谁同这个用户证书一起使用 一个什么谁机制的md5这个销联合 这种认证机制是在这个intel网上的这个微博音程序 很少见 基本上是在内联网这个服务里面用 微博上面是几乎没有我几乎都没看见 关于这个微博功能这一块没什么太多讲解 我这里就不再给大家讲解了 描述了 微博跟的什么服务服务器当功能 有什么功能啊等等是吧 照个平台 啊 sql xml 因为这些我们在后面都是每一档都会详细讲解 啊 所以在这里不再描述什么 可以我当根的有html的超连接比较大 在后面的构成有 其他的一个讲师会给大家详细的关于这个 嗯 html php 啊 一些简单的一些 开发 包括抓握script啊 css样式 webscript 按杰克斯 啊 这些这些我们我们在有单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 老师给大家一张一张解的给大家讲解 呃 这里我就不再做太多的描述了 那么下面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 编码就是计商机的这个编码 呃 这个编码是我们后面 在构造这个xss 包括这个waf这一块 会用到啊 会经常会用到 那么先后我们暂停一下吧 把教程 后面我们再接着讲解这个相关的 这个编码口成吧